听说只有人类才会的静脉曲张,这是为什么呢?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血液回流的原理,正常人情况下,人体下肢的静脉血液是由下往上走的,从下肢回流入心脏,为什么血液可以从低处往高处走呢? 主要是下肢肌肉的收缩,产生动力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静脉管腔中,存在静脉半膜。 静脉半膜是一种单向的半膜,可以防止血液泥流,人类的祖先是由源后演变而来的,刚开始我们的祖先是用四肢行走的,这样心脏离地面的距离就比较近,四肢的血液回流,进入心脏,也就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力气。 但是,我们人类为了统治世界,慢慢变成了直立行走,这样心脏距离大地的距离就远了,血液回流进入心脏,需要克服更多的地心引力。 但静脉半膜功能不行,或者肌肉收缩力不足,还有的是因为外伤,损伤了静脉,就有可能出现下肢静脉曲张。 静脉曲张还有一些诱因,比如长时间的站立,怀孕,肥胖等等。 下肢静脉曲张要注意什么? 第一,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坐立,下肢静脉曲张多鉴于教师、外科医生、护士、售货员、礼仪小姐等需要长期站立的职业人员,因为长时间的站立,下肢需要克服非常大的阻力,才能够把小腿静脉的血液回流进入心脏。 所以,想要预防下肢静脉曲张,需要避免长期的站立,避免久坐。 第二,经常抬高下肢,类似的原理,经常抬高下肢,血液不需要克服阻力了,就可以直接从高处往低处流,这样非常有助于静脉回流。 缓解静脉曲张的症状,可以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,将下肢抬高,高于心脏,每次15分钟左右,每天两次以上。 第三,穿弹力瓦,对于轻度的静脉曲张,可以适当的休息,减少站立,同时穿戴弹力瓦,因为弹力瓦可以帮助血液回流,可以控制症状。 第四,适量的运动,控制体重,适量的运动,可以有效的缓解静脉曲张,建议的运动方式为快走,每次15分钟左右,快走的时候,小腿的肌肉发力,可以将日积的血液崩回心脏,但是不能做一些非常距离的运动,例如快跑,三级跳,深蹲等等。 特别是深蹲,下肢长时间的发力,会加重静脉曲张的症状。 肥胖的患者,腹腔压力大,血液回流的阻力增加。 对于肥胖的患者,我们建议减肥,控制体重,有助于减轻血液回流的压力。 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,通过保守效果不好的,可以选择手术。 现在的手术方法也很没创,术后恢复快,做到以上的五点,让静脉曲张远离你。 欢迎留言咨询,更多医学科普,请关注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